放假的我重新返回来工作室 因为今天这款包是一位冰哥哥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 他说我就这么几天假期 如果赶不上就不能亲手送给妈妈了 感动于孝心又敬佩军人这个职业 于是我就冒着大雨出了家门 做完这个包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但是如果看到视频的你 能够喜欢我的包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我说我的皮料成本是LV的十倍 会不会有人骂我 前段时间的空气马甲 还有价值八千元的草帽 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实际上大排包的成本并不是什么秘密 把低价的东西卖出天价是他们的传统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价格高不代表品质好 我的手工包虽然价格不高 但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头层牛皮 但即使这样仍无人问津 难道大家买包真的只认一个金属商标吗 有个日本人来找我做包 他提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我做包的时候他想在旁边看着我 我还以为他不放心我的手艺 后来才发现 他是想偷学技巧 顺便买个手工包 现在偷是学艺都光明正大了吗 我告诉他 我的手法都是师傅教的 跨节手工包的传承 怎么可能交给你 这个包我不卖了 损失由我一个人承担 除了我一个人承担